现在我们讲今天的主题 讲完了 我们今天讲主题 这只牛 淡化家 英文有个发学名叫GAN GAN 就是一只新的科技 我们一般用 我讲初火牛是什么 火牛变压器 我以前经常说不是插头 叫火牛 不是插头是火牛 因为插头是电行过的 你插入香港电压是240 它出来也是240 而我们插手机的插头 就叫火牛 火牛的证明是变压器 淡化家是什么 不是这个家 不是这个家 不是家间成长的家 家是一个金字家庭的家 就是一种化学原料 我由最初的变压器火牛解释给你听 在大约三十几年前 其实火牛有很久的历史过白了 三十几年前我们用的火牛 全部叫轎线火牛 轎一边线圈和另一边线圈 做一个共振 令到另一边有一个相对比例的情况下 电子流动 就是一种火牛 其实目的是什么 例如香港电压240 以前好像插红白机 红白机火牛只得是9W 火牛的意思就是 像240W 转成9W 这个就是火牛的目的 正式的学名叫做变压器 不是插头 大家了解一样 而我现在要谈谈这个弹法家 和我以前所说的火牛有什么分别呢 火牛的演进在这三十年里 就用线圈 变成那些叫做 Semi-conductor 那些叫做半导体 半导体用一些电容电阻的化学物质 去将电压转换 电容电阻电压转换 其实我们三十年前 那时候都有很多产品 是有用的 但是是很贵的产品 那些火牛很贵 而且A数很厉害 都是3A、4A 去到这20年 不如说到这15年 然后火牛再演进 真真正正更加先进的物料装 是一些都是Semi-conductor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半导体 更加先进的半导体 我Semi没得买 他问我Semi没得买 遲些可能会有 那个更加先进的半导体 令到我们 好像Nokia电话 那时候的火牛很轻 因为线圈火牛很重 因为整个是大石头的 那些叫做七匹铜线桥出来 跟着之后就是半导体火牛 半导体火牛都有 因为不同物料的演进 所以去到好像大约20年 或者15年前的 Nokia手机的火牛很轻 但是那些手机火牛轻也好 可以做到变压 它们可以变到什么 比如好像204转做5W 12W 手提电脑那些 Notebook那些火牛 5W 12W 或者25W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 都是大 还有热 其实 不断的科技演进 到今时今日 都不是今时今日 可能已经几年已经有了 但是现在是很平价的 就出到这东西叫淡化加 淡化加是 将一些 这种叫加的物料 是一种淡化技术 就是一种淡气 将物料 变满的技术 做出来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解释多少物料技术 可能大家都不会专专去理 但是最重要的advance 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呢 不热 它不是不热 而是相对同一个火数来说 你以前的火牛是会很高热 或者滚手 连壳都用 但是这个是不多热 或者不热 输出功率极之高 因为它这个 它写着65W OK 65W 我们有个中文名 我们不要叫65W 因为这些人经常将Wat 是很接近的 我用中文读 就叫65火 OK 65火是可以做到什么呢 iPhone的最快的快叉 是20火 它是65火 而65火 真真正正的目的 是拿来做什么呢 有些再先进一点的手机 是可以达到33火 或者65火 是更加令到充电高速 但是不多热 或者不热 OK 这些人经常将会用到65火 这些人经常会用到65火 最近很多手提电脑 它用了USB Type-C充电 USB Type-C充电要多少火 就是65火 这是一个起步点 当然现在有一两款 或者三款顶级的手机 已经达到120火 但是那种速度 可能大家都不需要追到那么快 因为我们都是相对看价钱 哪样抵 买哪样 这个65火火牛 淡快加火牛 究竟多少钱呢 USB Type-C充电 我现在按推送给大家看看 这个火牛不包运费 我们按推送 重看了 是188元 它里面是怎样的 其实插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个火牛 其实是 我想 摸下去 大约是130克左右 我想重量 我自己感受 我看看它有没有写重量 我自己感受很轻 接着 这里是Type-C USB的 普通USB的输出 这个普通USB输出 就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是 比如Snapdragon CPU 即是晓龙CPU的手机 就可以做到快叉3.0 即是QC3.0 而这里后面有两个 将来会用的 就是Type-C 这个叫Type-C Type-C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找一条线来试试 将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一般的家里的充电线 另外一边 就是一个普通USB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普通USB 大家都会知道是什么 这个USB都用了25年 25年以上 不断地演进 而将来 这个USB将会负用 即是会过期 或者是不再使用 双几耐满 其实看看你是什么手机 其实我有部打机用手机黑鲨 我记得由0-100% 双差不多接近5000mAh 是45分钟左右 这样就 行到65科的话 大约45分钟 其实是预松了 其实有机会是半个小时多些 如果你说一般旧款手机 如果你要双5000mAh 用普通火牛 是要双三个多小时以上 即是用普通火牛 即是没有快双 什么都没有 三个多小时 或者甚至告诉你 你的牛不够力 用慢速双电 或者是双不到电 所以为什么人们常说 我买了一些产品回家 我双了一晚都双不到电 因为你的火牛 即是你的变压器 勾了 有电入 但是不够力推进去 我们所说的那些 已经过期 拿去扔 其实我们年中 我的朋友的仓 那些过期的变压器 拿去垃圾房 扔到一箱箱 几千几千 这就是新款的 淡化加放牛 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位置是普通USB 普通USB 可以放回iPhone 也可以 但是新款的iPhone 很多已经直接 不是普通USB 是直接用Type-C 去Lighting Lighting的意思 即是iPhone 有很多脚子的那个叫Lighting 这个叫Lighting 可能是光的 大家都用iPhone才知道 若不是iPhone 不用理 因为这脚都很快 因为将来的世界 全部都是用Type-C 包括我之前有介绍过 F4的风扇 也是用Type-C 刚才那个小米电钻 也是用Type-C 螺丝配有Type-C 有没有黑色 我们暂时有白色 这个房牛只有白色 你们亦都可以在市场上 将会见到这种 Type-C 去Type-C的头 你怎样插 怎样反转都可以 房牛多少钱 188元 可以用香港Visa Card Master Card 或者香港支付宝 给钱买都可以 我们看到这个淡化加放牛 除了这个普通USB位 有两个Type-C 那个Type-C 可以直接插 当然不要这样插来插 自己插回自己 就没用 当然插出去 不会自己插自己 这么傻奸奸 那么就 要一个 我们会有人联络你的 有人会联络你的 或者直接用我们这个App 这个直播网站 在里面可以买得到 这个Type-C 去Type-C 另外一边 就可以插到 手提电脑notebook 因为现在新款很多notebook 已经直接不是用原型头插充电 是用这个Type-C 即是用手机房牛 这个叫Type-C 充电 Type-C 经常叫Type-C 可能有些人对于英文 可能会比较弱 你可以跟别人说 我要C型的线 C线 不是痴线 C线 可能那些人都会明白你说什么 不过我们 见到它真正的名字 叫Type-C 不过我们照顾Type-C 可以同时三部机充电 但同时三部机充电 我知道 就应该不会去到65火 这样会分了火数 但若果 可能有光阶 但若果你说独立 独立用它一定去到65火 很厉害 我用macbook pro 刚刚用 你macbook pro 若果是65火 OK 因为macbook pro应该写明是65火 因为有几部macbook已经是65火 用这只牛已经充电 即是说一只牛 一条线就可以充电手机 连上notebook 还有风扇 还有螺丝批 以及一些新型的powerbank 尿袋 天下统一 就一条线搞定了 家里不用买那么复杂 这只要这只牛 不用怕那只牛不见了 如果我用了这只牛 就直接拿去扔 又说要特地配那只牛 给了150元 二手也要 不用了 你买这只 将来的notebook 用这只淡化加火牛 65火已经OK 这样就 要买一双手 因为这只牛 暂时还有货 但是这个淡化加火牛 我们买188 如果你去到一些 可能 大商场 里面买 最正常都是288元 238元 至288元 因为我也有朋友 买了一只很大 的淡化加牛 但是很大 的意思是 火牛身 这个身是很大 但是性能一样 是 三四百元 但是完全一样性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买这些 你找我 我直接 我这有便宜 有抵用 是不是 就用了 所以 有时候我们 尽量 直播里面 都是想介绍一些产品 给大家 得用够用 不用说 每次 駕駛 駕駛 由 尼敦道 去尖沙咀 每次去駕駛 駕駛在法拉里 不用 我们可以駕駛单车 去得到 一样 成本价钱 低很多 但是 可以做到那个效益 因为你駕駛法拉里 过尼敦道 又红绿灯 都截停了你 怎样用得完呢 对不对 总之是最重要 买到的东西是 值得用 够用便宜 就OK 还有稳固 有没有 旅行两脚插 这个其实是multi power 如果你要是两脚插 要出去买那些 可能 要用几元那些插进去 两脚扁 两脚圆 这样 这个插头叫三脚扁 有个学名叫三脚扁 或者别人叫做13A头 英式插头 英式插头 UK插 或者我会自己叫做三脚扁 就会比较简单 因为三脚是不单 有三脚圆 和三脚的八字脚 即是大陆用的 这个就叫三脚扁 就是香港用的 伺候 基本上今天 我想介绍的产品 就是这两款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有东西想问我 其实很划算 8多元 又可以用到新款手机 其实我用它 我真的充电充得很夸张 我基本上不怕 我手机用到 剩下2-30% 只有短短洗澡的时间 我就可以充回6-70% 其实很快 可能我洗澡 洗得慢 这样就今天的直播 基本上暂时是这么多 我都拔个招牌来 给大家看 这里直播网购 大家可以在iPhone的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里面 直接安装这个App 安装这个App里面 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直播 和一些回汉 亦都可以在里面买 伊度的超级市场 伊度超级市场买到400元 就包云费送上门 亦都有不同的商铺里面 不同的产品 有不同的收货方式 有些是包云费 有些是另外出云费 大家不明白 可以联络回我们 直播暂时 今天是这么多 我们这个星期仍然会有其他直播 例如说一些玩具 或者日本的消息 就是这样的 希望大家留意我们 在这里的Facebook 和这里的YouTube 暂时就这么多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appropriate 我